根据最新统计,心脏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二名, 而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致病因子。 心脏科医师表示,除了钾,心也是有助控制血压, 维持心血管健康的微量元素。 研究指出,心可排除会导致高血压的纳离子, 进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 而心含量高的食物包括生蚝, 小麦胚芽、牡蛎、红蟻、南瓜籽等。 另有医师表示,心不足还会导致勃起障碍。 台安医院心脏内科医师林伟文在健康好生活表示, 高血压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致病因子, 因此控制血压至关重要。 一般提到稳定血压会想到降低那增加钾的摄取, 但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。 他补充,美国肾脏学的期刊之前曾发表一篇研究指出, 摄取足量性的小白鼠,其尿液中的纳浓度较高, 显示心有助于钠的代谢,进而有助降低于稳定血压。 他表示,富含心的食物依序为生蚝, 小麦胚芽、牡蛎、红蟻、南瓜子、牛板剑、白芝麻、 前香菇、腰果、甘北。 林卫文并表示, 心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促进表皮细胞生长, 提供口腔黏膜营养,调节皮质腺分泌, 促进毛发生长,因此人体缺乏心时, 会出现免疫力变差。 伤口愈合慢,口腔一溃疡,容易长痘,掉发不断。 此外,人体缺心会造成指甲变薄脆弱,生长缓慢。 此外,甲医科医师李思贤也曾表示, 心缺乏常见的症状包括掉发, 秀味觉丧失,甲状腺低下, 失去信誉,勃起功能障碍,免疫功能失调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